嘿,大家好,这里是Mac云和棠,我是修康 本来我们这里分享Mac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大家都有在手机和电脑上看过视频 数据显示,大多数人喜欢用手机来看视频 因为很方便,随时随机都可以拿出来刷一刷 但是在我分享了用电脑看视频的隐藏操作之后 除了屏幕更大之外,也许你能找到用电脑看视频的新理由 现在我打开了一个学习教程的视频 需要一边做笔记,一边播放 这两个页面有一些遮挡 一旦去点击网页上的视频,笔记内容就被完全遮挡了 来回切换效率很低 其实只要开启画中画功能,就能一边学习一边做笔记 这个视频永远位于最前面,不会被其他的窗口所遮挡 通过拖拽画面的边缘能调整视频的尺寸 不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把它直接拖一道四角来隐藏 如果你一边在和朋友聊天聊得火热,一边在看视频 之前需要频繁的在视频和聊天窗口间切换 使用画中画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我们在进行一些不太费神但是很花时间的工作时 开启画中画以后就能在工作中时不时瞟两眼综艺节目来解解乏 说了这么多,为什么很多小伙伴感觉从来没有见过网站上有这个功能呢 其实这不是单独的功能,而是视频网站使用HTML5播放媒体之后 这个协议自带的一个功能 我们右键点击视频,第一次出现的是视频网站的菜单 保持这个状态不变,挪开光标,再次用右键点击一下 就会出现浏览器的控制菜单了 这个时候点击画中画就可以调出这个功能 刚才我使用的都是Mac自带的Safari浏览器来演示的 Windows的IE浏览器并不支持这个功能 不过使用Windows系统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打开谷歌的Chrome浏览器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开启这个画中画的功能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你是更喜欢用手机还是用电脑来看视频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参加讨论